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花点打烊 夜点打烊 我对你的爱不会打烊 我爱你的心 却从未有打烊 雨后彩虹为我们灿烂 花点打烊 夜点打烊 我对你的爱不会打烊 小军 不错嘛 看你今天的演技挺有天分的 怎么了 闷闷不乐的 我只是忽然想到 万一到时候真的有了静晨的孩子 那该怎么办 这话什么意思啊 其实也没什么 幸亏这次是假的嘛 不过 万一到时候真的有了静晨的孩子 我们不会把他撩掉的 是不是 然后呢 妈 孩子是无辜的 要是为了复仇牺牲孩子 这对他不公平 住口 你的想法怎么老是转了转去的 索伟涛和陶续那两个家伙 不但霸占了你爸的财产 还害死了你爸 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 一定得受到惩罚 这就是公平 你忘了你妈说的 你爸是怎么死的 那些年我们是怎么过的 你还配做我们沈家的女儿吗 我只是问问 这种念头 连有都不能有 我知道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怎么办 那个小军现在情况怎么样 你完全不知道啊 妈 我跟黄特助啊 把他送到了医院 刚要把他送进那个急救室 突然来了一个朋友 气势汹汹地把我们挡在了外面 不是让我们进去啊 那你就不管了呀 这么大的事 这这 李文说得对 但愿孩子没事 不然你就作孽吧 妈 这纯属是意外 要不是沈小军 把洗车的海绵 踢到我脚下 我也不会站不稳 他也不会摔倒 我 这这个是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你你你 这推卸责任 我说你不能这样啊 你妈 你看 他怎么这样啊 是吗 静晨 静晨 你总算回来了 小军他怎么了 还不是你爸 都是他没留神 不小心撞到了小军 小军才会摔倒的 听说还出血了 小军他出血了 可不是吗 我现在啊 真是担心他跟孩子呀 那小军现在人呢 你爸说他已经把他送到医院去了 还被人家挡在外面 所以他那边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我们也不知道啊 真是急死人了 爸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静晨 这纯属是个意外 不管怎么说 我也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 是吗 表姐 这样做真的行吗 怎么 你不会不愿意吧 没有 我只是 既然没有 就照顾我们的话做 可是我的身体明明就没事啊 你要我怎么演呢 放心吧 我会脱关系 开个病房 到时候等你住进去以后 我再叫孙建成去看你 表姐 这样真的能骗得过去吗 只要你从容镇定 心里面不慌 其他的事情 我跟姑妈自然会给你安排好的 我跟你讲啊 发生了这种事情 孙家人心里肯定很愧疚 你一定要利用好这个机会 好好的对付他们 我知道了 一定要沉住气 千万别露出马脚 小军 要把握好这个机会 只要你嫁进孙家以后 咱们两个 就能里应外合弄垮他们 到时候 就可以像姑妈说的那样了 我们 就能让孙家人变得一无所有 永远翻不了身 sab addin 刘春 喂哪位啊 我 我是黄丽文啊 我就是沈小军的朋友 林静云 没错 今天是我送他去医院的 小军现在已经没事了 不过 不过孩子没了 什么 那 那小军 他现在怎么样了 我们想去医院看看他 再跟静晨联系啊 喂 喂 怎么挂了 妈 小军现在怎么样了 小军没事 孩子没了 你看看 你看看 这孩子有什么错 说没就没了 妈 这 韦涛 你这次太过分了 就算是你再讨厌小军 你也该看在我们孙家骨肉的份上 可是你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你以为 你怎么能不相信我呢 你说我 事情都已经这样了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是无心的 那你 我 爸 我一向都很尊敬你 就算之前晓云的事情 我也听您的话了呀 但这次您为了拆散我跟小军 您竟然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 我 这 你们怎么都把屎盆子往我头上扣啊 公司门口当时有那么多的人 大家都看见了 怎么成了我的事了 不 妈 你还狡辩 还狡辩 不 静晨 我打电话给小军 警察的号码已封印 转接给您信箱 小军 我是静晨 听到我的流言 尽快回电话给我 李婉 喂 妈 我真的 静晨 小军还没接电话吗 没开手机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这件事 小军一定是最伤心的了 我能体会到一个做母亲的 没了孩子的那种感受 小军也不知道怎么样 景晨 你又没有查到 他转到哪家医院去了吗 附近的医院都问过了 都说没这个人 打他的手机还是关机 没了孩子 小军肯定很难受 他也知道你爸对他的态度 肯定不会把我们往好处想 说不定他的家人 他以为是你爸存心害他的 人家怎么可能再理会我们孙家 都是你害我们全家对不起人家 他也得问他 臣经理 还是说要无论 他人家对不起人家 可以 妈 于晴啊 跟别人去旅游 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下个月呢 我们公司这个楼盘就要开盘了 于晴又是新闻发言人 有很多宣传的事啊 等着她去处理 京晨 我去公司看一看情况 于晴要是回来了 让她到公司来一趟 你不是 我是你房东 你是唐珊珊小姐吧 对啊 那个 请问我姐姐雨晴她回来了吗 我刚刚去医院看她 可是却发现她已经出院了 你姐姐啊今天一大早来找过我 这个房间呢 以后就让给你住了 来 进来 跟我进来啊 这桌子上还有个纸袋 那 你姐姐让我转交给你 那 我姐姐呢 她有没有说她上哪儿去了 这个她也没跟我说 我也不清楚 唐小姐 这东西也已经给你了 没别的事了 我就先走了啊 谢谢啊 不客气 珊珊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已经离开了北京 出国治疗了 经过这些日子的治疗 我的病情一直都没有好转 合适的骨髓配型到现在也没有找到 所以我想去国外碰碰运气 我骗家人说自己和朋友外出旅游 但是欺骗只能短暂隐瞒 却改变不了事实 我想如果时间拖长了 家人一定会起 所以我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决定 我办理了出院手续 对于自己的未来 我已经做好了两手准备 现在的我只希望你能暂时代替我 完成我交给你的任务 经过这些日子的学习和谈话 我想你对横元房产 还有我们家的情况 应该已经比较了解了 如果再碰到什么突发的状况 也只能靠你自己去想办法解决了 你我一见如故 我对你有一种莫名的信任感 我相信你一定会扮演好我 等我治疗回来 你不仅可以自由 你还多了我这个姐妹 索玉琴 你都把话说成这样了 我怎么可能背弃你呢 珊珊 为了我 也为了你自己 你要赶紧努力变成我的模样 然后尽快去孙家 牛皮纸袋里有我所有的证件 还有我家人及公司所有人的照片 请你务必好好熟悉他们 我们都被窃了 我们都会经历下到哪个宝贝 我为了个人 我们都会被窃到的 我为了些人 大家可以来 海维她 我们都会订阅 我们也会去意识 我们有些人 我们都会被迟到 自己的思路 我们也会去知了 我们也会去心里 当然 还有爱我 关心我的温柔好妈妈 黄丽文 最后不能不提的 就是我这个专情 又认真的好哥哥 孙静晨 这个人 他是雨晴的哥哥 对不起 小姐 你没事吧 痛死我了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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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在医院救我的那个 白马王子啊 他 这些资料与证件 我都交给你了 从现在起 你唐珊珊 就等同于我孙雨晴 如果可以的话 我很希望我能再回来 到时候 你也可以重新送回唐珊珊 只是命运难测 为我们祈福吧 我 这雨晴 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 可是 你也要答应我 有平安没事 好好地回来知道吗 要不然 我绝容不了你 我绝容不了你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了 zhou 喂 喂 你好 好 我是林静宇 是小军最好的朋友 我现在跟小军在医院里面 可不可以请你过来一趟 好 那家医院 我知道了 我马上过去 请问你是静宇吗 是我 我刚放下电话你就到了 动作还挺快 好不容易才有小军的消息 我当然立刻就赶过来了 他现在怎么样了 还好吗 自己的孩子没了 你说他会好吗 我知道 我只是希望他别他能过了 我先进去 等等 沈小军是我从小到大 最好的朋友 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非常地气愤 如果不是沈小军 执意要见你的话 我根本不会打电话通知你 我警告你 如果你再让小军 受到伤害的话 我绝对不会饶了你 我知道 我不会让这种事情 再发生了 小军 小军 对不起 孩子没了 你不需要跟我说对不起 是我不好 都是我不好 你应该高兴才对 你现在自由了 你可以回去跟你爸说 沈小军不会再纠缠你们孙家了 你千万别这么想 不管我爸说过什么 我都不会再让你受到伤害 我会一直配在你身边的 小军 你对我本来就没有情 现在孩子没了 你就更没有理由留在我身边 小军 你走吧 我不走 我不走 你让我在你身边照顾你 我绝对不会再让你受到伤害了 好吗 我不会放弃你的 就算孩子没了 就算我爸阻止 我也绝不会让你再受到伤害 我也绝不会让你再受到伤害 我会一直照顾你 只是孙家欠你的 我对你更有责任 就算我以后变得很丑 就算我以后什么都没有 你不会什么都没有的 你还有我 可是 可是 可是孩子 孩子没了 我们还可以再努力 嗯 做 Solar 得这就是我 曾孙家欠 Fiona 我可以遇见你 我想我还没有 这件事情不要管你爸 这不是他的错 静晨 怎么样了 小军还好吧 还好 过两天就能出院了 那他在哪家医院啊 我们也好去看看他 不用了 他怕麻烦大家 他说等他出院之后再来看你们 跟小军说不用了 他能平安无事 我们就放心了 你听见了没有 你得好好地反省一下自己 妈 我知道了 气死我了 对了 静晨 我今天给雨晴打了个电话 她的手机还是无法接通啊 我也是一样 到底怎么回事啊 都好几天了 她总要给家里报个平安哪 你别说啊 这次雨晴确实有些反常 平时她对公司的工作 非常地重视 可是这一次她 怎么不闻不问呢 雨晴一向很有责任感 如果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她不会不和我们联系的 不行 我还是放心不下 卫涛 不如我去趟北京吧 人家跟朋友去旅游 你去北京干什么 至少能打听些消息啊 我可以问问她 是跟哪些朋友走的 说不定能知道她的下落呢 去北京 我也跟你去 好 她这又不是去玩 你说 你们都别着急 我相信雨晴不会有事的 那这样吧 我再想办法跟她联系 要是还联系不到的话 等过两天小军出院之后 我亲自跑一趟北京 行了吧 那好吧 不过我总觉得 雨晴这次有些反常 你要是找到她 可得问仔细了 好 来 来 我们开始练习吧 好 把树顶投上 来 往前走 站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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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好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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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直 小心 我不行了 我已经到极限了 我站得头头晕了 腿都麻了 你不能半途而废 知道吗 想想你为什么来学美姨美姿 要记得你的初衷 珊珊 为了我 也为了你自己 你要赶紧努力变成我的样子 然后尽快去孙家 不行 为了雨晴 我一定要坚持下去 好 老师 带来 好 好样的 加油 好 夹紧 再夹紧 好 往前走 对 好的 再往前 小军 你身体刚好就陪我去北京 受得了吗 你放心 我现在已经好多了 再说了 我是你女朋友啊 陪在你身边 我才会比较安心一点嘛 你说她没住公司安排的酒店 孙经理说她要在外面租房子住 所以我们也不太清楚她住哪儿 那她总该有朋友吧 会不会知道她住在哪儿呢 这 孙经理每次来开会啊 总是来去匆匆的 也没看她跟哪些人有什么来往 即便是有 那也是在公司外面 所以很抱歉 我真的不知道她有什么朋友 孙经理在这儿住了一个多月了 肯定有一些朋友往来的 你再仔细想一想 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 有一次孙经理让我们公司的一位员工 给她住的地方送东西 我想她应该知道 玉晴 玉晴 好像不在家 我給她打個電話吧 會吧 玉晴的哥哥 你不是這也幹錯了 好 真的是玉晴的哥哥 完了完了 他怎麼會突然跑來的 我以為他發現我住在這兒 內心的計劃幾乎是全都泡湯了 不行 我得趕緊想個辦法 什麼 讓我幫你撒謊 不不不 我拜託你 我求求你了 這個也算做好事嗎 理由我都跟你說了 就算是撒謊 也算是善意的謊言 你說對吧 好 不過 就這一次沒有第二回啊 好好好 謝謝你 謝謝你啊 什麼 她已經退租了 是的 孫小姐兩個星期前 就已經不住這兒了 那你知道她搬到什麼地方去了嗎 不好意思 我也不清楚 好 不好意思 打擾你了 謝謝你 沒關係 再見啊 怎麼了 怎麼了 我們再想想別的辦法 好吧 奇怪了 那個孫敬以辰身邊的女人 怎麼那麼眼熟啊 不管是誰了 還是雨晴交給我的任務重要 我要更加努力才行 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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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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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您所拽展的情况已在意 怎么样 你好 您所拽展的情况 雨晴到底怎么了 就算有什么事情 也要和我商量吗 京城 你先别急 说不定雨晴只是心情不好 想出去走一走呢 不会的 你不了解雨晴 她不是这样的人 她有什么事情 一定会和我商量的 不会把时间摆到那不管 数小时就消失 我是担心她出了什么事情 你先不要往坏处想 我想她不是小孩子了 会照顾好自己的 说不定再等一等 她就会联系我们的 我是担心她的病情 她最不想看到的 就是她的病情恶化 所以她才会数小时就消失了 而且这件事情 到现在还没有告诉我家人 你还没有告诉你家人 京城 有些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想 你是应该告诉你家人的 京城 你没事吧 雨晴得了白血病 这么大的事 你竟然瞒了我们那么长时间 你个兔子儿子 我竟然当困区 朱伟涛 你疯了 妈 她这么大的事瞒着我 我能不急吗 爸 我知道事物不对 我不应该帮着雨晴 一瞒病情的 你 你还是哥哥吗 你以为她出去玩了 你天天在想什么 我打死你 朱伟涛 你 你 奶奶 妈 奶奶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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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孙女 得了这么重的病 你还要打死我的孙子吗 你这个不孝的儿子 你非要把我气死才行啊 奶奶 妈 奶奶 妈 妈 我已经是太冲动 但是这次 京城也的确太糊涂了 你说现在 也不知道该去哪儿找雨晴啊 妈 我已经通知分公司的人了 一旦有雨晴的消息 就立刻通知我 雨晴现在去想不明 她会不会想不开啊 妈 您别胡思乱想 不会的 伯母 雨晴一定不会有事的伯母 你要是担心的话 要不就报警吧 不行 如果报警的话 会影响公司形象了 你还现在已经下落不明了 你还想任你的公司了 她也是我的女儿啊 我能不着急吗 要是雨晴有什么好歹 我也不活了 妈 妈 伯母 奶奶 你们不要再难过了 雨晴也一定不希望 你们练成这样 现在雨晴那么发达 她一定会没事的 我也会在你们身边 照顾你们那样 我这雨晴成了一个孙女 我要雨晴来照顾我 我 妈 董事长 雨晴的事情 我认为还是先报警比较妥大 我是想 如果公司发言人的位置空缺的话 对我们公司一样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想先报警 找到孙总监 我这一着急把这事给忘了 这个事呢 我会想办法 你现在首要的任务 就是找雨晴 是 新闻发言人的事呢 我会找人顶替的 你去吧 那我先走了 爸 这个问题我仔细想过了 新闻发言人 关系到一个企业整体的形象 之前雨晴做得一直非常出色 而且专业 我担心这一时间 很难找到替代的人选 这个我能不清楚吗 所以你要抓紧时间去找人 新楼盘的宣传活动 马上就要开始了 现在这个新闻发言人也很重要 伯父 不如我试一下吧 你想当新闻发言人 小军 新闻发言人 没你想得那么简单 一来你们经验 二来你的身体才刚刚恢复 放心吧 我的身体已经没事了 之前我答应过伯父 要在一年之内做出一番成绩 而且现在公司有难 我必须挺身而出 再说了 我更了解公司的情况 加上有进程帮忙 我相信一定没有问题的 爸 既然小军 他这么有信心的话 不如您就让他试一试 好吗 现在也只能这样了 这个就是我们公司新推出的楼盘 旁边那个呢 就是风华企业再见的楼盘 大家可能都看出来了 他们在企划宣传案中提到的 正是我们公司所缺乏的 这就说明风华企业 这次明摆着是想压倒我们 因此啊 我们这次销售的任务是非常地关键 但是我们拼的不仅仅是销售 我们应该响应政府的防改政策 反将他们一军 以巩固我们恒原房产 在业界的地位 沈小军 是 你是新上任的业务部主管 我想把这次的案子交付于你 你有信心吗 董事长 这次风华企业投资了楼盘 规格完全在我们职上 小军他没什么经验 这个案子不应该交给他 没关系 董事长 我愿意接舍 好 那我们大家就看看他的表现 我也拭目以待啊 小军 我知道你想好好地表现 但这次的企划案 不但要响应政府的防改政策 还要对付风华企业 任务非常艰巨的 你不一定能完成 想清楚了没有 我想清楚了 你想清楚了 干吗还接这个案子 京城 你放心 刚才呢 我已经想好对策了 只要你愿意帮我 我一定可以做好的 相信我 好了 走吧 大家好 我是横圆房产的 新闻发言人沈小军 这次我们横圆房产 推出的新楼盘 玉湖湾 玉湖湾呢 秉承我们横圆房产一贯的 高规格 高要求的建筑风格 还增加了读书一致的创新设计 如果大家想了解 可以到我们里面来看一下 本次呢 我们响应政府的号召 推出了很多经济试用房 我们有低端的价格 高端的享受 所以说 我们一次下单的客户越多 我们活动的优惠政策 就会越多 现场各位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到里面参观一下 听我们讲解一下 看看有没有需要好吗 我们下单的客户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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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干吗拿这些东西 来烦我们董事长啊 紧张什么 促销方案嘛 人人都会做 有什么好怕的 更何况那个玉湖湾 算什么东西啊 他们什么规模 我们什么规模啊 对不对 没什么好怕的 而且我们实实在在 在这儿干了这么好的龙 旁边就是横圆房产的龙 我们高格调 他们小家子气 是有眼睛的人都能看清楚的 我相信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 自己会去选择 比较 没错 选择什么样的房子 就是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 让他们横圆去做广告好了 我们不花这个冤枉钱 他们的宣传做得越多越好 去看他们楼的人越多越好 我们的楼就在他们旁边 去看他们楼的人 也一定会看到 我们楼的高规格品质 我们就借他们宣传的东风 靠我们楼盘高端的形象 靠民众的口碑 就足以打垮横圆房产 越来越远的霓虎 越来越深的伤口 越来越沉默的我 回忆还温热 我不能改变什么 这是你做的选择 无能为力 原谅了你 又如何 一个人的错 两个人承受 说再多的抱歉也没用 给我一百个借口 让我相信是理由 怎么聊下一句话 说走就走 给我你的借口 你的理由 让我承受 还给你我的快乐 我的回忆 我的冲动 爱情抹在手中 抓得越紧 失去的越多 我从今以后 告诉自己是关于你 不要再提 还是会一次又一次 让你闯进我冰冷的心 让我怎么爱你怎么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杜力